如何使用谷歌统计分析工具中的维度和指标来分析网站流量数据呢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由优派出海为大家提供的Google Analytics工具使用视频教程 在节课中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如何使用这两个维度和指标来分析网站数据 什么是维度跟指标 它其实就是谷歌统计后台中那些关于用户或者说流量相关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用户的年龄 国家 使用语言 使用设备 然后每天的网站流量 这些东西统称为维度或者说指标 我们也可以通过叠加维度和指标的方式来分析网站的某些数据的信息 那举个例子 我们想知道美国女性占比的比例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用个叠加的方式来知道我们的网站流量占比 同时呢 我们可以制定义出自己感兴趣的某些流量或者说维度和指标那些流量的 潜在细分群体 这些数据背后的逻辑跟异 它叠加维度 它叠加维度 首先我们这样 刺激维度之后我们可能会以一个用户中我们会关心用户它所在的国家 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国家 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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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城市 点这个地方用户 然后点击国家地区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有两个维度它叠加在一起了 我们就可以很看的 看得很清楚说哪些国家的人用哪些浏览器 会在网站的这个用户数多少 然后他们跳出率是多少 会画数是多少 这样子 然后甚至带来收入多少 这样子一个组合啊 它是很直观的可以告诉你一个不同维度之间的一个流量占比 这样子的话方便你做一个决策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修改这个刺激维度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用户它的看一下有什么 有年龄啊 或者说区域啊 性别 看一下性别 对我们这个网站来讲 那使用谷歌浏览器的男性占比是53.23 女性呢 是占比40.10%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性别还挺有意思的 这样子一个分析 所以这是一个维度的叠加的一个案例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是我们也很感兴趣的 这个指标的一个叠加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网站过去30天的一个流量变化情况 过去30天 然后我们想知道这个流量和对于我们的 我们的另外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经常关注的一个电子商务中的 平收入 我们加个多的一个指标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指标并不随着流量的 用户数的增加或者减少 它有对应的改变 这个就很奇怪 你可以看到那个用户的数量 蓝色这个 它其实一直保持稳定 但是我们这个销量呢 它到后面就是1月26号之后 它就永远销量去平淡了 为什么我们可能要深入去挖掘这个原因 我们可以把我们可以把这个收入呢 换成另外一个 比如说 绘画数 绘画数其实 我们以转换率来看吧 我们直接点转换率的话 你可以看到 转换率到这地方开始就快点狂跌不止了 所以呢 在这个图表中 我们用户数其实可以知道一个意思就是 用户数跟转换率也好 跟这个收入也好 不成正比 那我们会继续找 那如果说我们继续看 我们把我们的收入跟转换率 像这两个数值来 大家可以看到 转换率的次数跟用户 跟这个收入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些 转换率和收入之间的一些关系 或者说额外的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些什么其他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的 用户数 你们讲过的绘画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绘画数其实跟用户数有点类似 基本上也是找不出什么直接关系的 那我们再找跳出率 看一下有没有 跳出率呢 也很稳定 所以呢 我们可以平均绘画 浏览页面的 这个 我们看一下时长 时长也是给我们的这个 收入呢 不成正比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 通过不断的筛选 这里的一些 所谓的指标数据来 看下跳出率 来找到到底是什么 让这个收入的 上下变动这么明显 这么大 但是那样也不用纠结 因为我们这个测试站点 所以这个数据呢 并不一定是精准 我们这个网站呢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在线的网站 而是一个我们用来做测试的网站 所以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在你们自己的网站中 去做一个 不同指标之间的一个对比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 它就只剩最后原本一个东西了 把它变成所谓的常用的 叫做用户数吧 好的 那么我们最后再讲个 就是如何自定义出 一个细分的用户种类 那么假设我们是卖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新建个细分 假设我们是卖女装的 我们会对什么感兴趣呢 我们会对美国的女性用户 woman 然后呢 比如说它是在25至34岁 同时呢 我们很关心手机版的这个用户群体 我们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来做个细分 那么可以勾选 点击年龄 性别 点击 female 它叫female 那么叫感生female female 然后呢 语言不纠结 因为美国很多人都用不同的语言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右边 我们一旦勾选这些东西之后 它这个 占的总用户的摘 这个比例啊 就开始变小了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非常细分的 这时候呢 我们地理位置 我们不是搭走 是国家 包含 美国 它自动 你看 就还是从五点几开始 看开始更新 变成一点几了 更加少了 那明显发现我们这个用户占比是比较少的 这不纠结 我们给大家继续看 呃 我们的设备呢 包含的是什么 包含的是 手机 一点几 它估计会变得更加少 你可以看一下 0.23 这就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用户群体 当然了 虽然它比例很少的时候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展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来自定义我们的一个感兴趣的潜在客户群体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指标一个是所有用户一个是我们自己自定义出的用户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自定义出的用户当然因为它不是很就是它太细分了所以它占比非常少 我们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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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它的一个比例的一个上下变动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把我们所有用户这个把它给关掉这样子的话只展现我们选出来这个自定义的细分的这一个用户群体 你看到它这里有些上下上下的一个起伏波动而已 那我们再做一次筛选啊 我们把这个所有用户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你新建这个已经是被勾选了 我们把这所有用户给勾出来 点击应用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个占比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使用谷歌浏览器的男性我们对这个 这条数据很感兴趣我们想把它单独拎出来怎么看的也很简单 那我们添加个细分 还是跟他那个一样 名称就是Chrome Mailed 就是男性嘛 那基本上我们先选个Mailed 然后呢其他都不改变 23.7%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技术这里呢浏览器这里包含Chrome 然后点击 21.7%还不错 然后点击保存 加载中啊不着急反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想看就是想知道这个类别他的数据变化情况了因为这个他这个占比比较多所以你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的一个上下起伏变化 那还是老样子我们先把这个所有的给隐藏 他来自哪些国家 那我们把它变成国家啊有没有 国家区域多加个二级维度 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数据表格就是一个三个维度的 综合体了 大家能听得懂吗 第一我们这些用户全部都是用谷歌的 然后第二他们都是男性 因为虽然我们把这里给关掉但是呢我们大家可以知道他其实都是男性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区域分布 所以三个 区域分布三个这个维度的叠加呢就导得出来个数据 这个36.07他的意思不是说在美国用谷歌浏览器的人数而是说在美国在美国用谷歌浏览器的男性他是占的比例36.07 那在印度 16.13.69是在印度用谷歌浏览器的男性他占的比例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维度和 维度还有什么指标的一个组合方式 那么用这个样子的一个思路呢可以让你的网站流量数据分析更加细化一点 这也是我们优派组合被客户提供网站数据分析的一个 服务过程中常用那个小技巧 那好关注我们优派组合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讲讲谷歌浏览 谷歌统计工具的使用方法我们下期再见拜拜